大家好,今天讲一个诱惑交易的故事 这个小镇有都市传说,不断的有女的失踪 一和唐前妻的人体器官出现,唐上吊自杀了 神秘失踪事件才停止 但是警方又没有发现任何关联的证据 三年后,作家保罗和Nick来到房子前 警察调查结束,Nick就把房子封锁了 保罗不能卖房子里任何东西 不能邀请别人住,不得拍照发布 不能养宠物,可以采访周围的人 保罗就是来这里体验唐的事迹,写一本书籍 保罗到处查看房子,来到地下室 看到自杀的横梁,挂了下横梁 好像不高啊,这也能上吊 遇到一个浓美女随便聊了两句 晚上保罗听到声音,感觉上面有人 到楼上查看,又什么都没发现 采访了不少人,邻居,艺术经纪人,警察都像迷雾一样 晚上保罗接到电话,有个女人来找唐 都死了三年了,怎么还有电话打来 保罗汇报老板,老板说你真怂啊 大男人怕个屁啊,你不做有很多作家接这个活作 保罗认为屋子有鬼,黑警官认为你嗑药了吧 遇到一个神婆,是偏信息费的 后来找来招魂师,背后出现多个女鬼影 灯泡爆闪,终于了解了故事 写出了一本畅销小说 唐妻子苏珊,这女人只爱钱 永远不满足 唐是个落魄艺术家,有很多作品没有发表 苏珊觉得怎么嫁给这个又穷又没用的艺术家 天天抱怨,唐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不断呼唤 一棍砸翻了苏珊,恶魔出现了 来一个交易如何 只要你按照恶魔说的做 你可以获得金钱名望和地位 唐很崩溃,事情会暴露的 其实苏珊正打算离开唐 包里都准备了逃跑的钱 唐答应了 唐根据指示 把苏珊拖进浴缸 把血放干 把它切成小块 豹子包了起来 把妻子的车随便开到一个社区里 唐又开车去了一个地方 按照恶魔的要求处理了尸体 恶魔收了苏珊的脚趾作为纪念 恶魔建议唐开个派对 苏珊走了 重新开始生活 展示唐的艺术品 在唐的派对上 艺术品很受欢迎 尤其是女的 竟然有女的头怀送抱 艺术经纪人詹姆斯很欣赏男主 两人达成了合作关系 经纪人当场花了一万 买了三副唐的画 晚上一个女的主动睡在了唐的床上 主动拉唐滚了床单 恶魔又出现了 让唐用绳子勒死他 这次要了他的耳朵作为纪念 唐就造作了勒死了他 同样处理了尸体 埋在了河边的某处 经纪人发现唐的诗歌也不错 希望拿出来卖 半个诗歌朗诵会 艺术品放墙上 再演奏小提琴 真的太妙了 唐的小提琴一拉 全程女人都听到了 欣赏的女人 络绎不绝 主动投怀送抱 这不一次来了两个 又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恶魔让唐下药 狠狠地折磨了二人 达到了一个狂魔的禁忌 狂魔的音乐 不断吸引美女 一个个都被唐给消灭了 这是魔鹰 这让唐越来越疯癫 恶魔收集了不少器官 这天恶魔告诉唐 明天有两个警察来找你 但是没事 苏珊朋友说苏珊想逃离 第二天唐再拉小提琴 两个警察上门询问 啥也没了解到 唐看着子弹想自杀 这时候唐遇到一个美女 美女背诵了唐的诗歌 饱含了爱的感情 耶稣的救助 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 美女很特别动了真心 恶魔又来了 唐爱着这个美女 拒绝了交易 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那晚唐把美女赶出了家 避免美女受伤害 美女发现了盒子里的器官 吓得逃离报了警 这是唐受害者里 唯一活命的女孩 随后唐上吊自杀 恶魔又出现了 交易继续如何 把箱子踢了过去 唐求死之心已定 踢开了箱子 这就是唐与恶魔交易的故事 作家保罗听了唐的歌曲 也拉起了小提琴 农美女被保罗的情深吸引 两人逛了唐的屋子 这声音农美女听过 以前是唐拉过的 农美女主动诱惑了保罗 两个人滚了床单 还玩了些特别的游戏 滚完以后 发现农美女竟然死了 恶魔出现 和保罗来个交易 只要你答应 就能得到金钱名望和地位 保罗答应了 出版了这本唐的书记 大受欢迎 恶魔交易又开始轮回了 只要你抵挡不住诱惑 终会落入恶魔的循环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